不是所有國會選舉 而是真的 不是所有國會選舉 而所有國會選舉 是所有國會選舉 在11月3號這天 將有35個席位進行改選 其中共和黨被改選的席位較多 要力圖守住23席 而民主黨只要守住12席 再多加3到4席 就能奪回参议院多數 参议院三分之一的議席要重選 其中大部分是共和黨的議員 您覺得要面臨重選的 這些共和黨議員 他們是不是需要擔心 他們競選行事 你比如說新寒布什二州 有選舉 看看老串能不能拿下 基本上老串如果能拿下新寒布什二 那這個新寒布什二 這個也能被翻紅 我認為共和黨 還是很有可能保住參議院多數的 美國參議員任其長人數手 並且掌握稅改法案的修訂和駁回 對總統提名的內閣官員 擁有同意權和彈劾總統的終審權等 比起眾議院被認為更具政治影響力 共和黨這次能否守住參議院 也攸關川普如果連任 改革政策是否能順利推行 另外這次參議院改選的35席中 有不少共和黨籍議員是有台派 包括提出台北法案的賈德納 台灣連線小組成員葛蘭姆 柯寧以及多次訪台的恩斯特 新台人的電視張瑞珍綜合不倒 多次要ись 除農料